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民官将近警方展开了扫荡行动 远警锁定了涌枪嫌犯 开车出现在内湖地区 展开围捕的时候 嫌犯开车飙速倒车逃窜 警方开枪示警 嫌犯不但是倒车撞倒了机车 还冲撞了路边店家的墙壁 白色轿车开进小巷子 警察锁定开车的人涌枪 埋伏上前拦截 这时候小轿车突然快速倒车 后面机车骑士连车带人摔倒在地 白色轿车完全没停 远警双手举枪 朝轿车名枪示警 车子反而加速倒退 又冲撞路边店家墙壁 画面上后车厢都已经撞得 凹陷变形 嫌犯照样窜逃 这位先生肾上限速上升 扛起脚踏车就往小轿车砸去 还有人连椅子都派上用场 结果仍然拦不住 超快的速度撞进去的 整个墙壁那超大声的 但是瞬间他马上又开走 便当店墙壁撞毁白饭青菜 锅碗瓢盆摔满地 一片混乱 白色轿车驾驶逃给警察追 前冲后撞 飙速乱窜 路人惊魂 转新闻张红生戴秋荣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